大家好,Chris,今天分享一件事 港人組織去聯合國人權會議 爭取BNO恢復海外領土公民身份 因為題材敏感 在大氣電波內 我一定要不同意去內民 因為有國安法 又有23條 稍後說我分裂組 但我真的不同意 但我反對內民 我只是分享文章 我勸勸大家 不要同意內民 我只是分享文章 他在說什麼呢 不如在未說內民之前說幾句 其實我Chris哥身邊也有很多客人 也有時討論這個問題 我的客人說什麼呢 明明出世子是英國出世子 明明選了英籍 明明我都拿了一本帳戶寫著英籍 當然他的帳戶 應該是上當年的BDTC 可能當時真的寫著英籍 但為什麼今天要拿著海外版的BNO 海外英國居民 為什麼現在又要申請Visa才來到英國 一堆移民 這些問題 其實大家都明白過 歷史發展以前是什麼原因 然後是97前有什麼原因 現在有什麼原因 大家都明白 其實我們香港人真的只能夠說一句話 見證到這個大時代的轉變 真是見證到 哈哈哈哈 你心裏面想的事情 你不用告訴我 我也不會告訴你 但你問我 我支持一個中國的原則 當然不能分裂祖國 不能夠 絕對不能用 哈哈 但是你剛剛說過的問題 其實大家都明白的 我也有個聽眾問過一條問題 真的問過一條問題 他說 我是歸法英籍的 即是上當年 他本身不是英籍的 即是不是在香港出生的 是歸法英籍的 給了錢的 還有張書籍的 他問我 他說什麼 我張書籍沒有寫是海外公民的 寫英籍的 其實我是不是英籍的 然後我就跟他說 我真的跟他說一件事 是不是英籍 不是我說了 說了就算 真的不是我說了就算 你試試 發這張書 問內政部 你看他怎麼回答你 然後他真的問了內政部 內政部 就回答他一個答覆 就說 我都證實不了你是否 不是 因為他經常說 我前身那堆香港人 由BDTC 轉了做BNO 而BNO 有個歐法師 這個字 即是海外屬土公民 居民 類似那堆 那你就沒有 就不是英籍 就不是一個完整的英籍 就是這個意思 但他張書籍沒有寫的 他又問內政部 那內政部又說 我都不知道你是否 不如你先查街簿 你查到街簿 是的 你告訴我 那些人心想 我就查到 我沒有寫才問你 你叫我查回街簿 是不是 即是 即是 不回答你了 所以其實這個遊戲 這個問題 都是 真的 真的是 他兩個人簽 簽聲明的人 自己決定 我們這些小市民 真的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其實這個故事 都知道發生什麼事 但是你說 公道 合理 那些這樣的事情 大家明白了 真的真的明白 所以 對 不對 大家心裡有數 但這個 今天的舉動 這件事 他就說什麼呢 聯合國人權理事會 本月初28日 召開了140次會議 居英 港人組織 蘇格蘭 香港人 香港人 不關我這個會事 不關我事 先說明 我香港人蘇格蘭 人組織 這個不關我事 不要一會兒以為我搞 你認住他 這傢伙 不知道是不是這傢伙搞的 哈哈哈 我清楚 不要一會兒 我反對了 向會方提交報告 指出英國政府回歸前創立的 英國國民海外身份 而非歸類為海外領土公民屬土的差別對待 違反了國際人權 爭取英國國民海外 恢復英國海外領土的身份 其實這個難一點 為什麼呢 大家還記不記得COKC這件事 其實聯合聲明 我覺得是 說回我所知的事 無意 什麼侵犯我們偉大的祖國 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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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意 說清楚 真的不是的 我說回歷史 我們以前的歷史 如果你是出生 香港出生 就是COKC 那時候 你COKC 是真的有權在英國工作居住 然後又隔了 我不知道去到1981年 我不記得我歷史是不是這樣 1981年就立刻修例 就說 將那堆COKC 就不知道是不是廢除了 我不知道是不是廢除了 他沒有說過廢除 總之變了 就BDTC 對 接著呢 BDTC去到1997年 就變了BNO OVERSEA 那什麼 就是說什麼 以前你有的東西 1981年之後你沒有了 對 那現在他 他又跟你說 你要爭取回 英國國民海外 恢復回海外領土身份 是不可能的 因為你 連BDTC 都沒有一個 英國海外領土身份 那你 你拿著現在那本護照 你爭取這個身份 其實是不可能的 我也覺得 不可能 不過他 除非你是COKC 但是COKC 是不是真的廢除了呢 我真的不知道 但是為什麼呢 全世界的COKC 以我所知 之前都拍過一條片 一條片 都平了權 是為獨視 香港 沒有份 這個原因 不要問我 你問回英國政府 哈哈哈 香港人特別一點 所以 組織負責人 在這裏說 近日 去到瑞士 日來阿拉 周一 見聯合國人權理事會 聯絡專員 再會想發言 然後他又說 聯合國人權理事會 會定期召開會議 讓民間的團體 組織 人員 提交文件 再會議討論 並對不同的國家狀態 提出建議 香港人組織 蘇格蘭 港人 創辦 有名 郭子健 聯同這個 我不會讀這個字 什麼態 不好意思 真的不會讀這個字 我見都沒見過 兩個方式下面 我真的不懂這個字 這是什麼字 聯同十多名前香港區議員 聯合向人權理事會 提交這個報告 指控英國違反了國際人權公約 ICCPR 報告指出 香港70年代 被聯合國踢出殖民地的名單 80年代 英國先將 英國及殖民地的公民 COKC 分拆成英國公民 和英國屬土公民 即是BDTC 即是我剛剛所說的 合及英國海外公民 其後再將香港主權 而交 港人後 撤 港人 撤 活有規化的途徑 英國國民海外的身份 但容許少部分港人 透過居英權計劃 歸化為英國公民 違反了ICCPR12 條文提到 英國國民有權 自由選擇自己的住地 以及12的4條 國民影響有出入境自由的條文 跟著他還在說 這條文也在說 雖然英國政府 因為香港的情況 向大多數港人提供了 申請的援纜 相當低的BMO簽證 但滿足相應居住要求 即可申請入籍 但報告認為BNO 僅屬於簽證 及入境的政策 因為英國政府 應將 應該將英國國民 即是海外 歸化為在英國居住一年 即可申請入籍 英國海外領土公民 即是BOTC 已經是講BOTC了 報告呼籲聯合國 就英國政府涉嫌違反ICCPR 向英國政府提供這個質詢 及向英國建議收割BNO 歸化 其實走到這一步 我個人意見 即是你找到英國人 真的犯了例 你有證有據 他一定要做事 即是我現在就這樣看字面 他應該會做事 但做些甚麼呢 你就要看他多開幾場會 看看他做些甚麼 但如果道理是在你道的 是正面的 就這樣看 但當然我不要同意內容 因為這樣說 我們也知道 危險被人帶帽子 我只是說清楚 我只是分享文章 沒有立場 郭子健又強調 爭取半年名權 並非鼓勵搶福利 我覺得香港人 沒有人搶福利 實際上 離開英國多年的公民 亦要回國住一年 就能享有申請所有福利 問題在於英國國民海外持有的護照 但護照上卻列明入境時間 無權使用自動出入通道 等差別的對待 甚至部分持英國護照的抗爭者 因為經濟原因 無力申請BMO簽證 而要申請難民庇護 英國這個情況很無稽 有錢才可以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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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時講得明白 要有多少錢 是生活費的 要交IHS 講得明白的 你不可以說無稽 有一個要求 沒有錢就不能來的 這個團體也有說 早前發起 二五籌務旅費 郭子健 上週到瑞士 週一 在日內亞聯合國人權理事會 專員會面 會議上 親身發言 預計週二 早上 即是十二日 即是明天 即是新鮮樓的時候 會見澳洲的駐聯合代表 有關蘇格蘭香港人士 瑞士之類的影像報道 敬請留意守候的Youtube頻道 其實有些問題 他如果立了23條 他有機會聯絡海外勢力 真的有機會 還硬 真的還硬 大哥 你還不是聯絡海外勢力 怎樣 所以我第一 一開始我都說不同意 內民的原因 就是這樣 你知道了 23條真是 嘩 這些條例真是 好像武林秘笈那樣 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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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叫做什麼呢 什麼 天衣無縫 你知道嗎 專為香港人而設 真是 簡直厲害到 滴水不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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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個說完 我自己這樣說 你也知道 又有國安法 有23條 我不會給你意見 我真的不會給你意見 我只會給你一個 唯一的意見 就是我不同意 做這件事 那夠穩陣 我反對他做這件事 你怎樣想 你們自己想 不要緊 今天留言 可以告訴大家 有需要 開VPN 因為現在 保障個人私隱 不要想其他事 今天先說這麽多 公道 不公道 大家用腦子去想一想 說真的不要緊 是啊 我剛剛和你講過 我的客人的意見 我都跟他講 他的意見是 他說這些 公不公道 他都自己 心裡有數 是啊 也不是你和我 說了算 這些 真的要等他兩個人 兩個國家 怎樣決定 你知道的啦 哈哈 在網絡世界 今天先說這麽多 多謝大家留言 給讚、分享 記得給LIKE 拜拜 吧